新年进步,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最重要是投资要赚多些 竹龙女性会比较旺 尤其是一些基金,甚至是股票、股票、ETF 如果是女士操控,可能是你的选择 亦可以看一看一些比较大型的基金,甚至是债券 那些会比较适合你 财运方面,熟龙普遍今年都是非常好的 属蛇今年都算是挺不错的生肖 因为蛇、鸡、牛是三合的 三合太岁也是无论有一股力量令你幸运 所以属蛇今年基于三合太岁 它是可以很多朋友去交流 即是可能是股票界,或者是一个房地产界 可能你会认识到很多不同的新朋友 不妨就向他们去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一些idea,或者是一些思想法 以及基于有五鬼星 五鬼星有时可能是有种叫賭博心态 亦都是好像抽不到身 记住不要得意忘形就可以了 即是在及时下,要鎖定利润 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属蛇来说 属马今年究竟有什么的吉星呢 其实就不是说刚刚这个财星事 反而是很关这个桃花星事 桃花星 所以什么叫桃花星呢 桃花星可以怎样增加我们的财稳呢 最重要就是见多些人 尤其是什么人都见 什么都要跟别人去讲一下 尤其是可能異性元都是特别好的 即是可能跟别人初次见面 认识一个新朋友 可能说一下投资 引入一个话题 即是投其所好 你会发现很多人跟你说的都会答到爹 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交流 可能会增加到财运 亦都不用怕 即是有这个肉堂贵引 所以有些什么都不明白 就问你的前辈、老师 甚至乎一些叫朋友 他们亦都可以帮到你 但记住因为属马很多时候 尤其是一些新手的属马投资者 他们特别要小心 可能在一些手续费上面 他们计不清楚的话 其实就是会 很多时候在那里 是会蝕了的 属羊今年为何是主角呢 就是因为是冲太岁 跟牛是双葱 凡是双葱 就是一股很强的力量 这个读者或者观众 你要小心一点 就是属羊 是很两极的 即是来的财运是非常之两极 即是多数人就会告诉你 是大破财 叫你便要小心一点 不要亂花钱 也不要像一个赌博心态 就是全部就倒入一个栏 即是把你的钱全部倒入一个栏 但是我看到的东西就是 属羊是两极 就是说 一去到这边 就是会 会输得很金的 另外一边 就是可能 亦都是被你一冲 冲了上去 即是好像冲上云司 就是冲了上去 然后就会撒到很多钱 亦都有 但是就很少叫中间位 所以我觉得 对这个属羊的人来说 最重要就是 指示 属羊 亦都不要是 怕上不到车 即是好像 又是FOMO 我刚才说过 即是 怕上不到车 然后就好像 哇 很冲动 就是入了一只股票 或者是一个基金 那样 就会是令到你大破财 的机会增加 好